乘风破浪 南朝刘宋时有个人名叫宗雀,自圆干 他从小胸怀大志,爱好武艺,非常勇敢 他叔叔宗秉问他将来的志向如何 他仰起头来激昂地说 远城长风破万里浪 宗雀十四岁时 他哥哥宗秘结婚 宾客满门极为热闹 有十多个强盗趁机行劫 宗雀面对这些强盗毫无聚色 独身挺身而出,奋力抗击 终于把强盗赶跑了 此后他更加爱好武艺,刻苦磨练 因而大有长进 宗雀后来入伍,多次立功 被提为左卫将军 后来人们把怨城长风破万里浪 减编缩成成风破浪 用来比喻志向远大 不怕困难 奋勇直前 现在多指在条件优越的情况下 或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 继续前进